現在是第三階段,接受新申請 有經濟需要的長者,65歲 沒有拿三果金,或沒有拿雙層津貼 可以透過全真、電郵、郵遞 或到社會保障辦事處提交申請 如果合資格,今年我申請 可以拿回由去年12月起計的津貼 予有查詢,請打3595-0130 回到新聞時間,四川南部再發生三次地震 地震發生在今早6時多,鎮央位於宜濱市附近 最強一次達到4.8級,造成一人死亡,超過40人受傷 當你居民說有強烈的震感,走到街上暫避 超過4000間房屋損毀,有專家說 宜濱和廬山位處於不同的斷裂帶 今次和廬山日前的地震無關 至於四川廬山七級地震,搜救工作繼續 當局又加緊改善災區的衛生環境,防止疫症爆發 今次地震災區,部分損毀的房屋 在08年民村大地震之後重建 當地官員就說,重建項目結構良好 地震之後有些微損毀仍然屬於正常 遙間報道 鎮後一度和內界隔絕的保卿院還有不少傷者 加上當地的天氣變化大,不時下雨,擔心會爆發疫症 保卿院人民醫院把傷者轉移到新架設的專用醫療帳篷 由拆射之前的臨時帳篷改善醫療環境 經歷08年民村大地震之後 四川不少建築都按照嚴格的防震標準重建 不過地震仍是引致大量的房屋倒塌 四川省官員說,在今次地震裏面 沒有一個重建項目是整個倒下 主體的結構是好的,部分損毀屬於正常 有些房子裂了,有些房子裂了